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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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內基梅隆大學 其實是出很多人工智能的專家 另外就是有些大家都知道的 麻省理工 加州理工 就是你一看到 講到這些人工智能 很大師啊 奠基人物啊 你不開這幾個地方的 就是普林斯頓 加州理工 麻省理工 卡內基梅隆大學 這堆這樣的東西 其實以往小弟就比較怕講人工智能的題目 因為很多時候裡面一些很基本的一些概念 你很難很三言兩語去講清楚的 比如有一些叫GAN的neural network 你有沒有辦法三言兩語講清楚呢? 所以我一直都避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講人工智能的題目 就有些聽眾就投訴了 就是說這些東西都沒有真正解釋過些什麼 只是人家報導什麼 你就大概介紹什麼 這樣沒什麼意思啊 但是這次如果連諾貝爾物理學獎 都是頒人工智能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逃避 就是不說了 就真真正正的走到去要解釋給大家聽 為什麼這個獎要關物理學的事? 而實際上呢 在今節、下一節和再下一節 講到甚至乎諾貝爾化學獎呢 你都會發覺 物理學家在這些叫人工智能機器學習 或者深度學習那裡是無處不在的 很多一些很奠基性的概念、一些的創建 和怎樣去定義一些東西是由他們給出來的 而且由他們這些人搬圖出家去做 才有這些人 這些成果 而亦都反過來說 如果沒有這些物理學家去參與這個過程 我真是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如果你單靠一個純數學家 或者應用數學家 或者又不可以這麼說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本身的訓練就是很混亂的 講一個例子 就是自己親身的經驗 小弟自己就讀統計力學的 而這次這個諾貝爾物理學獎其中一位 因為他本身就是做統計力學的人 我還記得當年我還在紐約大學讀書的時候 我有一次我去找我師父談論論文的問題 他的黑板上面寫了很多這些神經元問題 這些這樣的東西 那我就無理由有興趣問 老師你做這個黑板上面的東西 跟我自己本身的題目完全沒有關 但是是什麼來的呢 他說這些全部就是神經元問題 我建構一個用統計力學的語言去描述這些神經元系統 我師父自己本身就讀電機工程 讀物理學 但是他自己也是數學和神經科學的專家 但是他就不是去到這次人工智能創建的人 但是他是會懂得去用他統計力學的工具 去研究這些神經元系統的 所以我會說 物理學很多時候在建構這些神經元網絡 尤其是在最基本怎樣去定義的時候 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在那裡 就是你整個神經元網絡這麼複雜 他開頭比較簡單的基本的系統 簡單的單元是由什麼人建立出來的呢? 很多時候你會發覺就是由物理學家開始去研究這些問題 你不是說只是由他拿著手去研究一個網絡出來 你研究一個網絡出來 建立一個什麼實驗的方法 用去想 由一個去量去測量它什麼的量 來去定義一個有意的結果 你會發覺就是物理學家 而且很多時候牽涉到凝聚態物理學 和統計力學的人 就最擅長去處理這些這樣的問題 所以這裡就首先去預視一下 我竟然有些物理的行家還走來去問 為什麼這個人工智能和物理學有關 他們問這個問題令我非常失望 我會這麼說 非常有關 而且很多時候是跟他們自己本身做過的統計力學 和這些凝聚態物理 是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去幫他們開展了這個人工智能的第一步的研究 大家可以看到了 這個Kanagin Mellon University 就立刻扮演了出來 但是他交了一個former這個字 他以前也有教過了 這樣也重要的 因為他可能真的很多的研究 曾經在那裡發生過 其實這次的一位得獎者叫Godfrey Hinton 另一位叫Hopfield 這兩位我會這麼說 他們難得參與了建構機器學習神經源網絡的比較早的一批人 而他們還沒死 你如果問我 有沒有在這個學問裡面更加重要的開山祖師的人 如果他還沒死的話 他還值得獲得這次的諾貝爾獎呢 我們還會數得到的 譬如現在台長找到這位 Melvin Minsky OK 我認為又是給了一個很重要的奠基性的創建 他是在幾年前 五到十年前過世的應該是 2016年 其實當年我剛剛回到香港的時候 他還在生 那時候還會 偶爾聽到他發表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看法和意見 雖然他已經很老了 退休了 不是很主力做什麼研究 而且就是台長你剛才所說的 以前你看到那些人工智能的東西 後來就突然之間去 經歷了一個人工智能的寒冬 簡直你會找到一個叫AI Winter的一個這樣的字眼 的確就是曾經由1960、1970到1980年代 是有人提出一些很基本的電路系統 我都不要說是神經元網絡系統 是一些電路系統 就說可能去扮演到一些神經元的角色 OK 然後是可以可能有一些叫做 學習、思考、記憶、分析 以及幫我們去做分類這些這樣的功能 於是有很多的研究的資源放進去 但是沒有獲得很好的結果 於是從1980年代開始到90年代 經歷了20年的寒冬 是去到2000年後才突然之間 其實就由Hopfield和Hinton他們有份重新研點起 這一門學問的火花 然後你想想從2006年到現在2024年 這十幾年間 那個飛躍是神經病的 整個人工智能的發展就是 一開始因為冷戰而起 是威是小很多資源放進去 去到80年代沒有什麼結果 好像放進去沒有什麼成果 也沒有什麼好的創建 沉寂了下來 甚至乎有人覺得 還要等到十幾年前的人說 那些人工智能不能做了 誰知道他不肯再等兩三年 結果如果肯再等兩三年一聲 你就會見證到今時今日這個人工智能革命 這要講遠了一點 其實又這麼說 這兩位得獎者Hopfield和Gothry 他們在整個人工智能 尤其是講機器學習的神經元網絡的發展裡面 是起了很多很關鍵性的作用的 因為有他們的貢獻 才能夠組織到我們今時今日的 這一種形式的機器學習的神經元網絡 因為你給了很多元件給你 你究竟怎樣組織出來才能組織到一種可以學早的東西呢 組織出來的時候 怎樣將它增增減減 才能夠做到更加有效果更加好呢 是很多時候要摸索得很辛苦的 中間就是因為花很長時間 就是想不到 突破不到 所以就沒有成果了 或者這麼說 在由1960年代到1980年代 想的那些初代的神經元系統 是過於簡化的 簡化到一個地步 它根本上不足以 學習到我們世上這麼複雜的事物 你要他們做一個很簡單的分類可以 分究竟是貓還是狗 是男還是女 是真還是假 那可能你交給最初代的那些這樣的神經元網絡 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你要有一個學習記憶 和認一些更加抽象的能力 甚至乎現在我們見識到這些深度學習網絡 是根本上都超越了我們人的想像 裡面它在認什麼圖案 我們根本上沒有辦法知道的 沒有辦法明白為什麼它要認這些圖案 但是最後它就認得比你厲害 是不是? 所以最後就是 究竟它們怎樣去砌這個網絡 砌到一件強過人的東西出來呢? 那就是它們的重要貢獻所在 好了 但是我有好幾個問題 其一就是即使是這樣 但是作為物理學的獎項 為什麼不是頒給一些 跟物理學有關的東西 還有什麼叫人工智能呢? 沒有 因為人工智能 這次這個人工智能的創建 你都可以歸根結底 跟物理學有關 是的 譬如你說 如果有突然之間未來去講 原來可以頒給那些光刻機的技術 可以連一納米的 這麼微細的單元的運算單元 都可以大量的工業生產來做得到 但是你最後怎麼能夠促成這件事呢? 你沒有那個光子學的學問 你根本就促成不了這回事 所以最後如果你說真的要頒給一個叫光刻機的技術 可能最後就是你要發覺 可能英國某... 就是在倫敦附近某大學 它的光子學研究的那幫人就會有人去獲獎 或者你荷蘭的ASML也會有人去獲獎 這樣都不會奇怪的 現在人工智能都是... 你很多時候就是... 你現在今時今日的人工智能可以... 用得這麼厲害、用得這麼大 所以最後能夠運用得好人工智能 來給到很好的貢獻的人會去獲獎 所以這一屆呢 如果我們一會兒講到法學獎的時候 你就看到Google的那個叫什麼? Deep Mind那個CEO拿了獎的了 就是他懂得用人工智能去做這堆 做這堆貢獻到化學的東西 所以他拿獎 然後同時間在物理學獎 你就歸功當初能夠促成這種深度學習 可以建構這種深度學習知識的人 就在諾貝爾物理學獎那裡頒獎給他 所以這一屆呢 醫學獎、物理學獎、化學獎 其中有兩個是... 就是人工智能有關 而且呢你會發覺在諾貝爾物理學獎和化學獎 他們人工智能的研究裡面呢 你都找到有人本身是讀物理學畢業的人來的 那好像譬如現在這裡 應該我... 又沒有記錯可能就是其中一位 其實這個講得很具體就是說... 它是用到一個物質裡面那個原子的一個... 我忘記了一個廣東話怎麼說的 自選 自選嘛 那就是令到每一個原子都變成一個小的磁石 這個為什麼會在那個人工智能發揮到一個角色呢? 他在那裡借用一些概念 那這裡真的要講到... 就是我不能逃避就是真正正在那個... 就是一個電子化神經元層面那裡怎樣去... 究竟這個邏輯究竟是怎樣的? 如果你說在80年代你說人工智能呢? 我不知道台長你有沒有印象呢? 在80年代說人工智能呢? 很多時候是在說那些Star Wars裡面的機械人 很多時候你遇到有個機械人幫你斟茶遞水 懂得跟你講笑 以及懂得去理解你想要什麼 然後幫你做事這樣的樣子 那時候的機械人就不是說幫你淫屍作對 以及去研究那些這樣的宇宙射線裡面有什麼pattern 以及去預測這個蛋白質究竟是怎樣摺疊的 就不是這些任務的 很多時候就是一個舊有的人工智能 就是說它可以幫我們去... 有個聰明智慧去取代人類的工作 這樣而已 所以很多時候做的事情是一些... 用今天的話來講是一些... 可能比較手掌硬件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以前那個年代 哦!日本弄機械人很厲害 然後就人工智能啦 然後那些這樣的科幻片裡面 總是有個角色留給那個機械人的 那個機械人就是... 一定有個半圓形的頭 跟著有個圓桶形的身 然後就有兩個機械 就是有拿著一些工具的手手腳腳這樣 跟著就在那裡滑來滑去 那就為之那個的機械人這樣 那... 而甚至乎就是建構這些人工智能的想法呢 就... 都是一些比較舊式的想法 那可能舊式的想法就是... 哦!可能你已經預先將一些... 將你預示到所有的可能性 program 全部進去 然後就是... 他懂得就是說... 根據不同的條件做什麼的行動 那譬如說現在我想要水 他知道這個字是水 而他就懂得幫你去拿水 那你已經預設將他遇到的所有可能性 然後他只不過將一個預設的... 預設的一個... 就是一個指令的一個圖呢 一個怎樣去做決定的那個... 的程序呢 就放在他的腦裡 那於是他一執行的時候 他就可以做到很多的功能 所以就是你有多少智慧 你想像到有多少的... 就是... 可能性 他就懂得做多少的可能性 他不懂得去學新東西 不懂得去... 去創造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那些東西一不在他預設的指令範圍裡面 他就做不到 那麽意思 那所以那個我們會覺得... 就是舊有的想法就不是一個人工智能 就是你只不過是一個... 複雜一點的機器那麽意思而已 但是真真正正呢 讓人有希望... 什麽為之人工智能呢 就由Hopfield Network那裡開始去講 其實Hopfield Network之前呢 有一樣東西叫Perceptron 但是這裡容許我就不要講了 因爲那是一個更加簡單的模型 然後提出者過了身 指出他這個... 這個這樣... 指出這一種叫Perceptron模型的那個大師 Melvin Minsky自己也都過了身 OK 但是呢 就是我們第一代初代 Perceptron這個模型的嘗試 因爲過於簡單 它只有一層的神經元 無法去理解我們這麽複雜的世事 所以學到的東西有限 它只能夠寄予一些資訊 但是不是很有一種記憶和學習的能力 直到呢 去到有Hopfield Network出現 那麽它的砌法很有趣的 就是容許我這裏做完這個簡單的介紹 我這一節一定講不完的了 就是容許我再講完這裏 那麽它就想了 不如我們將這些神經元網絡 譬如說四粒五粒 將它砌在一起 然後每一個都駁著對方 就是譬如說 如果我有四個神經元 電子神經元 這些電子神經元 每一個都有input output 以及能夠儲存自己的狀態 這個特徵 OK 然後將它們每一個的output 都連回到其他三位的partner那裏 即是說它每一個的成員 都跟另外的三位成員連在一起 不會有人漏掉 然後我就這四個成員 一起給他input 然後就看看它的output出了什麽 那麽就很有趣了 你四個神經元 因為四個自己都可以儲存到自己的狀態 而且四個都有能力去接受一些東西 和輸出一些東西 你譬如外面去給一堆東西的時候 它自己就會 你可以這樣想像 如果你看回網上那些 它給你數學公式 然後那些description 我發覺你是很難看得明白的 這集我自己預備得很辛苦 就是因為我真的要嘗試去想一下 一個比較簡單的圖像 告訴大家 爲什麽一個這麼簡單的hopeful network 是有一個記憶的特徵 接下來我要打一個這樣的比喻 大家有沒有想到 塞車其實是一個交通網絡 OK 究竟整個九龍是怎麽塞呢 其實很視乎新界的車是怎麽樣下來的 我先不要理香港島那邊 OK 譬如東九龍 你有大老山那裡的車下來 中九龍你從獅子山那裡有車下來 然後西九龍那邊又有那邊的西部那些幹線那裡 下車流下來 令到九龍這一個地方那個的交通網絡就堵塞 OK 而且我們中間會建很多新的老舊的路 有些叫做中九龍走廊 就由東西那樣跨過去 令到你可以跳開了中九龍那些塞車 那你會發覺就是其實當我早上九點那些車一塞下來的時候 你想想由新界下來的車 它有時就會是東邊多車一些 中間少車一些 那其實就好像有個信息給了下來 有個交通模式由新界給下來 然後它就會直接影響到你九龍那裡的車塞成怎樣 或者那裡的車流多一些少一些 OK 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是 你如果不停地新界給下車下來九龍的時候 九龍它那個網絡的交通網絡裡面 那些塞車和交通流量的形態 其實就不小心就承載了 由新界給下來的交通資訊 OK 然後很有趣 你將這個過程 然後最後由九龍南面出來的車 如果我將它的那些訊號 配合回頭 一不停地訓練它 你會發現我就可以將一個既定的輸入車流的模式 這個資訊 就慢慢就越來越儲存在九龍這個交通網絡那裡 而且你歷時越多 我相信就會邁向一個穩定的狀態 就是如果你開頭只給了一個資訊 那個資訊一旦就沒有了 就有些水一倒就自己流走 沒有了 那就儲存不了什麼東西 但是你不停地給這些資訊 導致九龍本身 它反映了一種穩定的交通流量模式 而這個最後穩定的交通流量模式 就完完全全就是繼承了 你由新界給進去的車流是怎樣 其實這裡就可以叫一個 不是最完全對的一個比喻 其實你可以說一個基本的神經原網絡 它為什麼可以似乎就是幫你去記住一些外來承載的資訊呢? 其實為什麼可以在神經原網絡的資訊呢? 就是你不停地去訓練它 去塞一些資訊給它 令它達至一個平衡的狀態 而這個平衡狀態就完完全全就是 因為你外來給的input 而給出來的結果來的 而很有趣的就是Hofield他最重的說話 說完這句我想就完這節了 他會發覺這個 這個當我配合好了 訓練好了這種穩定的網絡形態之後 如果我第二天或者我突然之間 我改變了一些輸入的車流 那個輸入的資訊 我不給一樣的資訊 我給了一點點誤差 但是他最後發覺他最後那個output出來的資訊 就好像當你是沒有誤差 就給了一個也是跟原先很像的一個資訊出來 OK 就是說這個就是講那種記憶的狀態 就是他本身的網絡已經是習慣了 原先給了input的模式已經達至一個穩定的狀態 但是到了你突然間給一個跟原先有一點差異的時候 他都不太理會了 他都照給回 因應了舊有的輸入 而給回差不多的輸出給你 當然你如果長期再給一個不同的資訊 他又會重新要去調節的 但是在一個很短暫的時間裡面 他就好像懂得去幫你寄預先前的東西一樣 那這個就是那種微型的很簡單的系統 怎樣展現到少少學習和記憶的特性 就從這裡避了出來 那就是從這個Hofield的網絡那裡 變成了它擁有了我們今時今日這些叫做深度學習這些東西 它有少少的記憶和學習的特性的第一步 但是當然了 從這步走到後來的那一步 中間還有很多 因為Hofield的網絡有很多缺點的 它會是很慢的 還有就是有時候有些不必要的連結的 還有它一定是強迫著兩個神經元之間的流量 一定要是對稱的 而事實上是不一定需要是這樣的 就是你九龍的交通網絡都是這樣的 我為什麼旺角和觀塘兩個點中間的車流 一定是來回線都要是一樣的 不一定的 所以你要反映到一個很實際的神經元網絡 甚至乎是和我們人類老神經網絡相似的話 這個Hofield的網絡只是第一步 它只是表現了一些很簡單的feature 之後這個網絡是需要再做進一步的改進 所以還有之後那些叫Bosemann Network Bosemann Machine 或者有些叫Deep Bosemann Machine 甚至乎我們說現在很多層的這些 深入地學習的一層又一層的神經元網絡 就是隨後你又要看到 講到另外一位 Jilfred Hinton他的貢獻 所以這裡暫時就說了 那個Hofield的Network 在由他那套物理學的語言去描述這個Hofield Network 怎樣去幫我們去建立一個很簡單的工具 有那個數理的系統去理解一個很簡單的神經元網絡 為什麼會有一個學習和記憶的特性 就是從這裡開始 那你稍後結束我們下一節就回來